大家好,我是Den 在妖家艾德公開新曲SUPER LADY後 有很多網友們質疑 為什麼歌曲開頭部分不是一直以來的開頭妖精MINI 而是由RAP成員索元擔任的 昨天MINI公開了這個理由 從開頭妖精淘汰了 這次的歌曲開頭是由索元擔任 不過為什麼寫得那麼高呢? 好像索元的音域變得更高了 真的最高 其實我和米妍都挑戰過這個part 但是都沒有成功 所以才由索元擔任的 啊?真的嗎? 真的太高了 想唱但唱不了 所以是挑戰了 但MINI和米妍都失敗了啊 索元開場部分的清唱表演做得非常好 雖然有很多人說不喜歡 但對我來說那是最精彩的部分 上班路上聽了都會覺得驚聲百倍 來源的音眼非常高 但看到索元一個人唱完後 就知道他的音域真的很廣 因為現場表演做得好 感覺很爽快 一開始就覺得 和米妍或是MINI的音域不太相配 這次每個人都很好地分配了自己的部分 真的大家感受都不一樣啊 我是因為這個開頭部分才聽這首歌的 其他部分沒有那麼明顯 就這部分一直在我耳朵裡徘徊 但是也有這樣的留言 開頭部分太高 聽起來很不舒服 成了一個障礙 如果不是米妍和MINI的音樂 就應該修改一下 感覺有點太貪心了 所以 大家覺得Super Lady的開頭部分怎麼樣呢? I'm a top super l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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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 me super l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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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sys的歌曲 《耶博瑟》和《Hanpajikadrushiki》的逆行 引起了網友們的關注 最近Taisys在2017年2月發表的《耶博瑟》 登上了美麟排王的34位 2019年7月發表的《Hanpajikadrushiki》 登上了48位等 兩首歌曲正在快速逆行中 特別是兩首歌都是由成員Yongkei獨自作詞 其他成員們參與了作曲 而且成員們剛結束了軍白一期 所以這個逆行對粉絲們都有著特別的意義 因為這兩首歌都很好聽 所以很值得逆行 一直上升吧 歌真的很好聽 這些歌都是只有Daisys才能唱的歌 我對他們沒有什麼興趣 但Hanpajikadrushiki真的很不錯 我在《Pigino Game》上看到Qyen和Sankim的《耶博瑟》影片後 才找了這首歌聽 真的非常好聽 希望可以繼續逆行 這兩首歌真的都非常有質感 大家可以去聽一下 《Pigino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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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